喂 弄爛了 你怎麼弄爛的 你怎麼弄錯 你這個是不是教車師傅 我真的報警 你這樣教學生 你搶我的東西 你代課沒有問題 代課沒有問題 但為什麼你要這樣的態度對我 他說我態度不好 他現在搶我的東西弄爛了我 一名男學神在社交平台空騷 說星期四學車的時候 被代課教車師傅以言語侮辱 包括說他開車好差 又叫事主不要再學車 事主就說自己當時禮貌回應 師傅就要求他把車洗回大球場門口 又說今次的課堂不用收錢 但當回到球場門口的前面 師傅又說需要收回600元學費 但當時只是上課15分鐘 兩個人隨即起爭執 並且有肢體碰撞 你是不合理的 我發現有問題 我去拍你證件 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問我 我沒有問題 你沒有問題 那你剛才為什麼要打我 為什麼要打我 我不是我 有紅色的手 讓你看我 兩個人在車上不斷爭執 其後事主原本的教車師傅 到場調停 他搶我 不要 為什麼要這樣做 師傅他已經教不太久 是 為什麼 不要 不要 事主在鐵紋上 在自己面部貼上沙布 手部和頸部紅腫的照片 聲稱已經報警 以及到醫院驗傷 我們就向攝氏教車師傅查詢事件 他就說已經就事件報警 對事件無可奉告 又說難以控制事主在網上的言論 決定將事件交給警方調查